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夢長家的頻道,我是Tommy 今期Tommy帶大家來看一個被稱為中山三一的豪宅之王 這個樓盤就叫做進敬風景月 進敬風景月這個樓盤為什麼會被稱為三一的豪宅之王呢? 其實它有三大優勢 第一個就是景觀,可以說在同片區來說,它沒有任何對手 它可以在我們自家的家裡,無論是陽台或者是主人房裡 它都可以看到四重景觀 分別有山景、湖景、別墅景和高爾夫球場景觀 第二個就是它的裝修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的,身後就是進敬風景月的五棟住宅 它整個樓面都設計得比較新一些 包括用材用料都比較正 而且它屋內的裝修都是大精裝修交付 他們的家路標準都可以說是同片區來說最高的 第三點就是它自身的配套 它自身的配套除了我們說的,它在樓下就有高爾夫球場之外 它到樓下還會有一個匯所配套 還有會有一個水池景 還有那邊有一個泳池景觀 這些配套其實都是相當齊全 我們不需要出道市區就已經可以享受到了 最後一個就是它這邊的位置 它剛好是一個三鄉的邊位置 所以它就不會說很吵 其實從樓盤這裏去到三鄉的鎮中心 都可以說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了 如果說去到諸坡市中心 和去到廣州大橋都是二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了 那目前鎮景觀這邊的住宅 最新是加推了這棟 三十四棟這一棟 它就是兩梯四戶的 那它分別的戶型是怎樣呢 最前面的那兩棟潮南的那兩戶 就是一個89平方 和一個101平方的 三房一位和一個三房兩位的戶型 那兩邊的側位就分別是一個108平方 和一個126平方的 三房四房兩位的一個南北對流戶型 其實從小到大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還有它今天呢 三十四檔都是開放了最新的一個 實體景觀單位 那我們現在示範前一起出去看看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101平方的 一個122百間這邊 那也是來到三四檔這邊的 101平方這個戶型 都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戶型 因為它是做了三個兩棟兩位 而且那個景觀超級之正 首先入門的就是一個入門的一個圓桿位置 所見到的右手邊這個就是一個派閨位置 以及一個儲物空間的位置 都是它一個交流標準 不過大家可以見到 為什麼盡景峰這邊會被稱為三張豪雜之王呢 就是它一個造工的用材用料 包括手工的用材 其實都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色調搭配都相當不錯的 那左邊就是它一個入門的大門 都是一個交流標準 做得都比較厚實 而且它這個也是一個戰力兩百萬本座 OK 那我們再進來 它這個一百零一平方的戶型 就是一個傳統的動靜分級戶型 就是進來的就是餐廳 客廳那邊的廚房 這邊是陽台 另外的三個房間就全部分佈在那邊 首先大家可以看看這個餐廳的位置 它這個餐廳的位置 空間來說都算很闊的 這裡其實可以放一個牆壁的 但那六個人的牆壁都不夠用的 它一百零一平方這個戶型 我覺得實用率都做得相當不錯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上面其實都會做了一些假天花 製作一些射燈在上面 進來後其實整個客戶都比較舒服 包括在地下 這隻腳線全部都是它一個加量度準 都是互助的 再過來客廳這邊 整個客廳開間都十分之舒服 這裏我先看看 1 2 3 4 5 8 5 8 差不多在這裏都有3.6-3.7 左右的一個開間 所以到時候在這邊放一個大梳化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位置的那邊牆壁都有相當充滿的 感覺都相當舒服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景觀 34棟100厘一平方的戶型 它是超級正男的 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景觀 非常之美的 它真的看出去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上去30棟和31棟那邊 34棟這邊其實是會看得到更加之多的一個別墅景 全部都是我講過過千萬的別墅 在這裏可以一面全都看 而且你向下斜斜地看 都可以看到樓下的高爾夫球場景 包括湖景 如果往遠處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非常之美的一個五桂山的山景 非常之美 所以說這個款式它宣傳也是這樣做的 四景合一 山景、湖景、別墅景 以及一個高爾夫球場景 景觀來說非常之美 我們再進來廚房看看 這個廚房其實都比較方正 它就是做了一個L型的廚房出入房 所見到的同樣都是它的加勒標準 包括這些櫃子 這個抽油煙機 還有這個燃氣螺螺螺 全部都是它的加勒標準 這個位置都做了一個星盤 這個星盤其實做的空間都比較大 大家如果到時候還想大一點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做開的就沒問題 他們這裏就預留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儲物 平時我們切菜或者放專業放菜 其實空間來說都夠用 在這邊做台旁邊的這個位置就是預留了一個冰箱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不夠放一個雙門冰箱 可以夠放一個大的單門冰箱的位置 在廚房這邊也有一個小的一個生活露台 不過出來其實小的露台都有景觀的 所以我們旁邊就是一個碧蓋縣的樓盤 其實從這裏 監補可以看到整個碧蓋縣的小圓林的一個工種 都可以看到比較漂亮的一個圓林景觀 包括在生活露台 它有預留了這個天然氣的管道 還有這個洗衣機的這些熱水位 還有這些水龍後位置 包括地下距水位置 全部都做了給大家 到時候這個位置我可以看到洗衣網身都是在這裏 我們再進來房間給大家看看 它這個圓形是做了三房兩廳兩位的 首先進來右邊就是一個洗衣間的位置 看到的東西都是鎖建即鎖得的 包括這些鏡櫃和這些洗衣台的位置 都是交流標準來的 不過它這個鏡櫃的話 全空間可能會沒有那麼多 它就三格只有一面 另外一邊就沒有做到 如果大家實際上多了空間 這邊都可以再做一點措施 包括進來的 裡面的一個企鎖位置 其實都是比較闊一點的 而且它都會有窗 這個窗的位置就是會連通 周邊的那個生活露台的位置 進來左邊就是第一間客房 這間客房其實都做得比較方正一些 但是空間來說就不住特別大 到時候其實可以讓我們放床的話 可以拍完這個飄窗的位置 大概放一張這半的床在這裏 在那邊這個床的位置就再剩下一個椅櫃 就好 這邊的景觀它就會和主人桌一邊 都是會看到非常漂亮的一個 山景 別墜景 戶景 包括落邊景 還有高爾夫球場景 還有還有多了一個泳池景觀在下面 因為樓下就有藍色頂的那個 就是樓下的高爾夫球場換所 現在都是正在升級 翻身 日後進景觀這邊的業主 一樣都可以落到樓下 就享受到滑梭的貨圖 再過來右邊這間房間 就是一間細房 它同樣都是正方形的形狀 整體的空間來說會再窄少少 這間房如果大家住的不多 都可以做一個工事室 或者雜物間 其實都沒有問題 包括娛樂室都可以的 還有它這邊其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Pcho位置站送 還有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玻璃面 都是會看到一個隔離小區 即是隔離碧角園小區的一個圓樓景 其實隔離小區的六把都做得相當不錯 看過去的話都很舒服 還有因為它這個對出去就不是正對著樓的 剛剛看了中間圓樓 所以其實看出去都很開躍 OK 我們最後就再來看看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首先它入門是會有一個轉角位置的 然後就到洗手間 再到這個主人房這邊 它的好處就是不會正對著那個床 隱私性會高一點 我們先來看它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它整體的空間來說 會比鞏鞋出邊的置座會再大一點 其實膠標也是一樣的 不過值得一提的就是 它的主人房這個洗手間同樣都有景 它有一個小小的270度的一個飄透位置 也可以看出去看得很漂亮的一個別墅景 包括生景 平時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都可以在這裏 舒服一下在這裏看景觀 很棒 最後就是來到主人房這邊 它主人房的空間就很大 其實我們可以操作的空間很多 包括放在兩邊的床 你操作床樓櫃也好 你操作窗樓櫃也好 這個空間來說就絕對是夠用的 還有最主要就是主人房這邊 它也是有一個很大的飄裝位置 它也是一個L型的 你看到它這個L型的 一個270度的景觀 這個跟廁所的景觀就不得比了 這裡大家看看 都是把整個景觀全部看完 包括樓下全部都是說過千多兩千萬的別墅 人家全部都有花園 所以說有錢人的生活就是好 包括到時候其實在這裡 我們在露台又可以看到景觀 在自己的街坊也看到景觀 所以說 喜歡景觀的街坊 這個樓盤就千萬不要錯了 這個101平方的會形 都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個會形 自拍來看這個會形 就是一個108平方 可以做到南北對流的3號兩天 就是三十四棟 電梯出來就左邊這個讀門活 就是108平方 首先大家可以在入門前看到 它在入門前會有一個靠牆的位置 因為它是單邊位置 所以到時候靠牆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自己利用它 可以做一些貴的位置 在這裡都沒有問題 不過放一些雜物都可以的 然後就入門後 它都會是一個懸崗位置 可以看到它就會有一個 智能的安門網 到時候是可以開門鎖的 在入門的左邊這個位置 在門後就會有一個儲物空間 包括看到的這些排隊位置 和儲物櫃 全部都是它的家樓標準 我們就再來看看它的廳 它這個廳如果是喜歡南北對流的街坊 這個就真的喜歡 它很棒 它兩邊都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觀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這邊 在入門的右手邊 就是它的客廳位置 整個客廳的開間都很闊 去到三米八左右開間 到時候放一個大沙發 在這裡看也很棒 不過如果大家到時候 想看景觀美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看看 可以把沙發放在這邊 因為在這裡的話 其實坐在這裡 可以看到很美的一個別墅景 包括戶景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待會這邊會好一點 我們先出來陽台看看 這個陽台這邊 就是一個景觀露台 就像南向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觀 景觀就是盡景峰這邊 最大的賣電池 不過它這個露台 就跟剛才的101平方對比 它兩邊 就是因為它陸進去 兩邊就會有少許遮擋 不過其實也不會太大影響 基本上景觀都可以看到 都非常棒 我們再過來這邊 左邊就是餐廳位置 其實這裡可以放一個大圓桌 其實坐到8個月都沒有問題 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個大圓桌 平時吃飯都可以的 另外這邊就是沒有做陽台 就是做了一個大的窗的位置 這邊看出去就是整個 三鄉的城市景觀 其實都很美 不過遠處都可以看到整個 和五桂山的山馬 如果我們買到低層小水的話 在下面看看 就可以看到盡景峰的自己 一個別墅景觀 和隔壁小區的別墅景觀 都很棒很舒服的 再過來就是廚房位置 這個廚房 空間來說就不算特別大 一個小的L型廚房 平時可以煮東西 這邊可以放菜 洗菜切菜 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滿足到給大家 在入門的左邊這個位置 同樣都是預留了一個 單門的冰箱位置 就不夠放雙門 如果大家說 想放一個大的雙門的一個 冰箱位的話 就可以放在外面的餐廳 就可以了 在廚房這裏 都會有一個生活路頭 空間來說其實都可以的 你一家三四口 在這裡放三的話 其實都夠用了 包括這些就放洗衣機的位置 和燃氣路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在23樓 外面其實都相當之通通的 因為其實把這個廚房打開之後 和主人台那邊 會有一個南北對流 所以說其實站長也很舒服 看出去 視野都沒有任何遮擋 都很漂亮 可以看到整個 三鄉的一個陣的景觀 OK 那我們就再進入房間 這邊都是做了動靜分區的 首先進來走廊的位置 左邊就是石頭間的位置 其實跟剛才都差不多了 看到的時候 都是它的一個加勒標準 包括這些廚門也是加勒標準 都做得OK的 OK 那我們就再看看房間 進來左邊這間房間 就是比較小的這間房間 不過其實都會比剛才那邊大一點 看回大家住的人多與少 如果多的人 在這間房間都是夠放一張床 整個房間的 這間房間就會照到北向 就跟生活路台那邊的景觀一樣 就是會看回整個三鄉的一個城市景觀 包括遠處的山景 對 在它對面的就是大小的房間 也是似和來的 空間就會大了很多 那它進境風 其實我剛才看下來 其實房間都做得比較方正一點 即是它沒有迫處位 沒有什麼垃圾位 全部都是做得比較方正一點 這間房間的景觀就會好很多 跟回主人台一樣 是會看到它的高爾夫景 以及那個戶景 別墅景裡面 整個景觀面都非常OK 最後就是主人房這邊 哇 它的主人房就大很多了 這個主人房 即是到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怎樣做都可以 放床 包括整個L型的衣櫃 其實都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它的景觀 它這邊都會有一個飄窗位置 不過它就不像剛才 101平方那樣 它是可以做一個L型的飄窗位置 270度的景觀 這邊就是只有一面的景觀 就是前溫南向的 就是望出去的景觀 其實都很美 沒有什麼遮擋 它這個同樣都會有一個小間的位置 空間來說都會大了很多 包括它這些上面的燈 都是用了這些無主燈的設計 不會有東西突出 還有它這個次座 也是會看到比較漂亮的景觀 即是很開圓 到時候就可以自己 就可以加一個白熱窗 平時就沖洗澡的時候 可以開了它 看看景觀也相當不錯 如果大家喜歡100平方左右的 南北對流的戶型 這個戶型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OK 最後在這個戶型 就是126平方 做到四分兩天兩位的戶型 如果大家是喜歡大面積單位 以及喜歡南北對流 和大老頭的戶型 這個單位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首先 在這裡入門外 也是一個入戶的圓關位置 它在左邊 就會有一個小的Q窗位置 也是會增加整個屋的通風和採工性 到時候 其實這個小的Q窗位置 大家如果覺得 儲物空間是夠的 其實可以在兩邊 可以訂製兩邊的櫃 可以放一些雜物 包括這個Q窗位置 到時候都可以放東西 入門的右手邊 這裡就會有排存物空間櫃 都是一個家樓標準 看到下面就是鞋櫃 這邊就會有存物櫃 包括這裡會有一個全身 一個到頂的櫃 全部都是它的家樓標準 下面也會有預留了一個 素地機器人的位置 進來就是南北對流的雙鏈櫃 首先來看看左邊 左邊就是客廳 整個空間 其實都很舒服 到時候 其實沙發就會放在這邊 靠這個牆 因為這樣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會比較靚仔 在那邊就可以 可以製造一個掛牆的電視 或者就製造一個電視的長板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大壺人 真的每個人都喜歡 因為進來整個感覺都非常之不同 會非常之光亮很多 包括景觀來說都會靚仔很多 在這邊的客廳 這邊就是一個朝方南向的景觀露台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之長 一直來到這裏 它是連通住隔壁這個房間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大面積和大露台的話 這個就真的很棒 看看這邊的景觀 這邊的景觀 這邊的景觀 因為旁邊位是斜斜的 所以就看不到高爾夫球場和湖景 它就可以看到別墅的景觀 包括遠處的山景 就可以看到的 其實景觀來說都相當之美 所以如果大家 沒有一定追求要看到那個壺 和高爾夫球場的話 這個壺形是值得大家去參考的 再過到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餐廳這邊 其實這個位置都夠用的 我們到時候都可以放一個圈台 坐四到八個人都夠用的 到時候在這裏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製造一排的展示架 平時可以放紅酒 或者放平時的雜物 其實都可以的 或者如果覺得裡面的冰箱位置 不夠用的話 都可以放在外面的 這個位置 它都會有一個插梳位 我們再出來看看它的生活露台 這個生活露台同樣景觀 也很棒 就是看這個非常漂亮的中山三鄉的城市景觀 包括下面就是別墅景觀 還有其實這裏 斜坡下去都是可以看到別墅的水景 包括那個小區的泳池景 這裏都是可以看到的 無論其實是樓層 因為我們現在是23樓 無論樓層高低的話 樓下的景觀都是可以看到的 都比較漂亮的 OK 那我們就再看看它的廚房 它的廚房就是一個airing的設計 還有它這個預留的冰箱位置 就大了很多 剛剛才看的那些冰箱的預留位置 都是設計放彈門的 這邊其實就夠放了一個雙門的冰箱位置 都有差不多1米1到1米2丈的空間 給大家來放的 所以我看到的廚房這邊 都是它一個家庭的標準 包括它這個芯盆都做得很大 是一個拖拉式的一個水龍頭位 還有就是它廚房也會有兩個雙開的窗 平時都可以打開它 增加通風效果 OK 那我們就再看看這邊 這邊就全部就是四個房間 加上兩個廁所 進來首先第一間房 就是一間電翻陽台的房間 就是我們剛才陽台過來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我其實多數可以 作為一個客房 或者讓長者在這裡住也沒問題 平時老人家住我 他就喜歡出來曬太陽 所以我可以直接在房間出到外面的陽台 甚至不會吵到大家 再過來右側邊的話 就是一間比較小的房間 這間房間多數都是用來做雜物房 或者做一個麻雀房 都沒問題 景觀方面其實都OK的 這個圍形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四個房間和兩個露台 全部都是有景觀的 這面就是看那個城市景觀 都相當之正的 OK 那我們就再進來 再過來 再過來就是它的洗手間的位置 那這個洗手間就是比較正常一點 是從剛才的換人其實都一樣的 看到的就是那間的表現 基本上我們入住了之後 這裡就簡單買一些洗髮、水晶、布 或者一些生活用品 其實就可以用的 這個位置 再過來 右側邊 這間房間就是第三間房 就是除了專業房外 這個最大的房間 整個空間來說都非常之大 包括它有一個景觀面 這裡會有一個很大的空窗的位置 看出去整個城市景觀都很漂亮 非常之OK 還有就是它在這個位置 它會有一個凹凹位 即是可以讓我們做一個衣櫃 其實都很高的 包括這裡到時候我們可以做一段 整個到頂的衣櫃 其實平時放東西的話都夠一段 最後就是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就是一個土間 首先我們就看它的廁所 這個廁所 前面這些都很正常 最美的就是這個 氣缸這個位置 它這個飄秤位置 它不只是一個L形 它是一個U字形 這樣 一個U字形 這個景觀 它這個護形就是看不到那個湖景那邊 它這個就是看回一個城市景觀 不過這個位置就有好有不好 因為它這個飄秤位置雖然說是大 不過它就會接用了我們企鋼的位置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實質的我們企鋼的位置 其實就不算說很大 這個空間 在頂上地面 就不算說很大 不過它這個位置就不能打 所以說我是覺得 有一點點缺陷的地方 如果它這裡是可以打出去一點點 那就更加之正了 而且也可以放回浴缸 最後就是主要房 這個 這個空間就真的不能說 這個空間就 大家喜歡怎樣去設計都OK 沒有問題 不過這個護形狀況的好處就是 它主要房的廁所 是不會正對著我們的床這個位置 所以說衛生方面都會更加之好一點 而且這個景觀面 它也是一個L字形的景觀面 一個L形的270度的一個窗位置 看上去都是整個別墅的景觀 全部都會看上去 對 如果大家是說 你真的喜歡看那些湖景的話 就選擇剛才的108度 或者那些100平方的單位 如果我想住得舒服 住得大間的話 這個120個方是值得大家考慮的 OK了 剛才帶大家上去看了 進擊風景月34度的實體單位 看完後 我的感受就是 進擊風這邊 真是不愧被稱為三分的豪宅之王 因為上去看到那個景觀面非常之正 山景古景 別墅景 以及高爾夫扣著景 即是可以說 你不要說同片區 你去到整個中山去說 都很難找到 有景觀可以跟他這樣的對比度 非常之正 大家應該都 看完後 覺得景觀很美 相信都很想了解他價錢是怎樣的 目前 進擊風這邊 他主要是加推了第34棟 他就是拿了一些低樓層單位 就是大概2到5樓之後 去做特價 價錢來說會便宜一點 目前一些高樓層10幾樓 那些都可以選擇 我就和大家簡單補一補 特價單位的價錢 剛才我們就看了三個單位 其實他還有一個89平方 現在有間34動力202單位 89方 就是三房一位的 目前的折後總價就是102萬左右 首期方面就是30萬 貸款72萬 如果是說我們月供30年來計算 就是3274元 第二個就是那個101平方的單位 目前是有套四樓 403單位 總價方面就是116萬左右 首期就是33萬 貸款83萬 月供就是去到 有3774元 就是多幾百元的月供 然後再大一點就是108平方 那個三行的對流匯形 他現在就有一套201單位 是正在做特價的 總價方面就是133萬左右 接近134元 首期就是37萬 30年月供 月供4,410元 最後就是最大匯形 126平方匯形 目前是有套504單位 在做特價的 總價就是137萬左右 首期方面就是37萬 貸款100萬 月供30年來計算是4,547元 上面的價錢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所部的價錢 都是他目前正在做一些特價單位 低樓層單位 如果大家想要短觀更漂亮 我買高樓層 價錢也會有3米的上幅 所以如果大家有自己喜歡的樓層 或者想了解更好的單位 想去看實現 都可以連繫Tommy這邊 Tommy也可以上去拍攝給大家 或者直接帶大家上手機上面看 OK了 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 《晉堅峰警員》這個樓盤 想用來退休度假 或者隔不上來玩一下的話 這個樓盤就千萬不要錯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節目